好不容易祖孙三个一起吃饭 个个食不甘味的 永济 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 到了你皇阿玛这里 还不合胃口 皇祖母 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 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 有合不合胃口 没有儿臣在尚书房时的好吃 回皇上的话 是二哥在尚书房时 的确尽得香 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 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 怎么永济就非得惦记着 尚书房里吃的那些呢 儿臣吃不下了 放肆 瞧你说话举止 还有没有点规矩 儿臣知罪 罢了 与其责怪永济 不如去查查御膳房 给他做饭菜的厨子 若真是合口味 那就继续给他做着 皇娘说得是 傅佳 你去问问 是 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 还惊动了皇上 奴婢也不知 只听说是十二阿哥 非要吃御膳房做的饭菜 不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 才会让太后起疑心 那日又碰巧 是太后带着十二阿哥 一起去养心殿用膳 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 你不是说 那个东西下到饮食了吗 多了会产生幻想 少则慢慢损伤五脏六腹 为何十二阿哥吃了 会走面相 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 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 会上瘾啊 混账 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 奴婢怎敢 太后就算要查 也查不出什么来的 那野心原本就是 作为配菜放进去的 祝 祝他可放心啊 放心 本宫看来 未必是太后一心吧 你是不是在安华殿 说了什么 才让太后带走了永迹 还如此方范 奴婢对天发誓 奴婢对主忠心耿耿 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主明见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 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 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 奴婢 主啊 十五阿哥快下学了 您看要不要去接她 你去给我盯紧了御膳房那个伺候十二二位隐食的人 过了这段十日 打怕她出宫了断干净 若再生事 本宫饶不了你 是 是 是 还真是一张巧舌如簧 混淆是非的嘴呀 皇娘怎么来了 哀家若不来 如何开这个眼界 剑是这等 谋害嫡子的毒妇啊 太后 臣妻冤枉 臣妻不敢呀 你不敢 皇帝 自从永姬养在哀家那儿 哀家就疑心 她的饮食不妥当 如今查到 下载她饭菜里的训辜 也找了太医验了 确实有毒 傅家 不妥当 皇上 太医说 这训辜要性缓慢 天长日久 便可伤了脏腑 要人性命 极难察觉 不是啊 不是啊 皇上 不是的话 你给朕吃下去 不是 去啊 皇上 那是荣亲王死后 是皇贵妃安排奴婢 在十二阿哥的饮食中 下过此务 为的 就是十二阿哥来日暴毙 十五阿哥能顺利继承大统 但幸好后来太后 亲自养育十二阿哥 察觉异样 皇贵妃才不便再下手 你这个贱婢 死到临头 还说自己冤枉 你是觉得自己有几分金粮 能让人拿皇帝的圣功安危 大清的千秋季夜 和你这个贱臂计较 你说被射击 大腐肉出虫 鱼枯生肚 若不是你自己怀思心存恶念 谁能让你做出这种 偷天换日大逆不道之事 你刚刚说这是个局 是 如意让哀家来告诉你 这确实是个局 但向所有的局 射击与不尽都是人自己选的 就如同局里的路 走到哪一步 最终也都是人自己定的 半点怨不得旁人 皇娘 您娶我一婚宫啊 哀家替如意带了话来 也替如意带了东西来 皇娘 顾家 是 卫世 你恶事做尽 害了多少人 自己还清楚吗 自己都不记得了吧 如意 依依都帮你记着呢 你害死的每一条无辜姓 如意都亲手给他们制了经番 你自己回头看看 好好数数吧 皇帝 如意的意思是 卫士如何处置 自然是皇帝做主 但在此之前 如意希望卫士 对着这每一张经番 对着这每一个他害死的人 叩首问罪 再把这些经番带去安华殿 诵经超渡 也让那些枉死的人 得以安息 皇上 我没有 你听清了吧 过去 对着一个个经番 跪着磕头 去 去呀 谁人 皇上 臣妾没有 臣妾没有 可好 呜妾 我们 妈 我 萅妍 你 你 我带了这么久的心思 终于让恶人自食喝苦了 可是去了的那些人 到底还是回不来了 行了 哀家该带的话带到了 该办的事也办妥了 这就带着这些经番回安华殿了 后面的事情 皇帝该了的就了了吧 是 玉妃 你替朕送皇娘到安华殿去 皇上 那姐姐 朕自有安排 是 你们先下去吧 皇上 子 皇上 老皇上 爷爷 你 回来 platinum monuments 你们 宫 玉虎 拿前妓要来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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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知道错了 臣妾真的知道错了 请皇上饶了臣妾吧 请皇上饶了臣妾吧 您就念在 念在臣妾和孩子们的份上 您就饶了臣妾吧 皇上 这个时候了你还敢拿皇四说话 皇上 义坤姑娘娘要我认 我不敢不认哪 这些事情 臣妾并不想做 臣妾 你是逼不得已 臣妾是没办法呀 皇妙 难道是有人逼着你坐进恶事 丧定天良吗 皇上 说臣妾坐进恶事丧计天良 可这后宫里 明里暗里 上天爱里的 欺制臣妾一人 你自己行恶 还敢编排起朕的后宫来 臣妾说错了吗 皇上你敢说 这宫里神人的手是干净的 是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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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姑妃娘娘 这药毒发使 痛苦不开 投足相交 入千玺般 随名千玺药 皇上和少少·次武人 久努力 伺候您服用了 皇上 皇上是真的要臣妾去死 臣妾当初受您恩典的时候 还是个小宫女就侍奉您 这些年 就是您一路扶持了臣妾 一手调教臣妾 臣妾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今日臣妾到了这般境地了 是皇上当初看错人 还是臣妾给您学得不够好啊 你还敢编排阵 这些年 臣妾心里清楚得很 您对臣妾未曾有过半分真心 不过不大姐 您作为男子 作为夫君 也曾未得到过臣妾的真心 朕是皇帝 谁敢不真心说服 你 顺服是有 但真心是一点都没有 别说是臣妾了 就在您宫中这么多嫔妃 有几个对您是真心的 是啊 易坤公娘娘对您倒是真心 但还不是为你断了发病 被您禁了足 看您真是逗怒了 难道是被臣妾说中了吗 臣妾这一条贱命 如今已经被你灌了千金药 您又能安臣妾如何 臣妾死了得痛快了 这些年 在宫里如丽薄冰 易不能寐 终于熬到头了 你以为朕会给你个痛快吗 朕不会 把她给朕拖出去 免得污了朕的养心殿 是 奴婢送您回宫 您好好的 起调 走 老师说了 老师说了 不会让您太痛快 您就好好受着吧 您好好的 肢然是真正 Civ级